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和寄生兽的科幻恐怖影片 这部片子承接了日本武士精神 充满了暴力血腥的镜头 可以让重口味的观众大饱眼福 不过影片的重点还是寄生兽 看完后使人能够在轻松中 又能够感觉到一股温馨治愈的光芒 影片开始的镜头就使向了人类产生的堆积成山的垃圾 繁衍出了可怕的寄生兽 夜晚在日本的某个地区 一种酷似鼻涕虫的寄生兽正在逼近 它能够通过耳洞进入大脑 并且吃掉大脑 夺取这副身体的控制权 伪装成人类进而裂食 一个名叫小悠的寄生虫也尝试着寻找宿主 他发现了安生 试图钻进安生的大脑 当时安生正在认真听歌 无奈之下只能够寄生在安生的右手 第二天安生对此一无所觉 可是去商学的路上 安生的右手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郁闷的他只好无奈地端详自己的右手 却发现自己的手变成了小怪兽 吓得他连忙跪地求饶 然后缓过来的安生和小悠交谈了一番 小悠表示 现在我们是同一体 咱俩谁也离不开谁 这类寄生兽的学习能力极强 智商极高 在一次机会上 小悠感受到了同伴的存在 她寄居在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大脑里 还是这一代有名的大boss呢 美女教师带着安生和小悠 认识的另外两个同伴 警官先生和帅哥 并想要安生和小悠加入他们的联络网 相互扶持和帮助 并统治人类 美女教师最喜欢做实验 她想要和警官先生 像人类一样上床 孕育出结晶 美女教师想要体验一下 做母亲的感觉 当时大脑清醒的安生和小悠 更让她感兴趣 因为被寄生的安生 是一个失败品 很多寄生兽对此表示歧视 疑心中的警官先生想要杀安生 一场激烈的搏斗展开 小悠抓住了人类脆弱的肉体 令警官先生血流不止 快要呜呼的警官先生 嘴里还嘀咕着想要转移新肉体 这个时候 安生的母亲下班回家 发现躺在地上的警官先生 很快转移到了安生母亲身上的警官先生 来向安生找茬 小悠告诉她 那不是她的母亲 但是却让安生无法接受 警官先生趁激动的安生 无法接受现实时 击中了她的要害心脏 安生倒下去了 不过闪耀光环的安生 怎么会那么快就死了呢 故事总是带来很多曲折 小悠凭借她超人的能力 修复好了她 小悠的体力也因此减弱 会时不时的就想睡 气愤的安生跑过去质问美女教师 问警官先生在哪里 美女教师装作不知道 不愿意告诉安生 安生和小悠漫无目的的 在街上找警官先生 碰见了想要当市场的小悠同伴 帅哥要行动起来了 化身为安生转来的新同学 故事的高潮总会迎来一场 充满血腥的战争 在一次美术课上 帅哥先生了 安生小女友六月 用腐化剂破向了帅哥分化的大脑 帅哥不受控制的大发联庭 学校这时兵荒马乱 学生惊慌失措的乱闯 当安生和小悠赶到现场时 尸体已经铺满了走廊 害怕的六月 被搜寻猎物的帅哥给找到了 安生英雄救美 带他逃离了现场 这时安生站在教学楼的另一端 射向了在楼底的帅哥 终于安静了 李老师为了让安生减减压 把警官先生的下落告诉了他 安生找到了警官先生 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展开搏斗 关键时刻 小悠又掉链子了 开始睡觉 但是小悠脑洞大开的 把自己变成了一把刀 最终警官先生和安生打斗的一瞬间 在残存母亲的指引下 用手挡了一下怪物的触角 这才让安生逃过一劫 母亲死去了 最后安生和小悠 并肩作战保卫地球 面对一个超级大boss 手脚脑都能够分化的超级大怪物 安生并没有畏惧 最后还是打了漂亮的一仗 女教师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现行 为了保护孩子 她选择牺牲自己 安生在拯救地球时 还收获了爱情 寄生兽的存在 不是为了消灭人类 而是为了让人类通过寄生兽 更深刻地看清自己 寄生兽和内地影片 美人鱼的主题是一样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我站在其他生物的角度看问题 用平静的心去聆听 理解寄生生物所传递的信心 保护好地球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